收容忍他也是有資格來領取 因為他的刑期 如果超過了這個可以使用的期間 那一定要在裡面使用 是用機關來帶領的方式 還是說交由家屬來領取的方式 完全遵照我們收容忍的意願 昨天蘇院長公布了 證券三倍券 這樣的一個發放 那依照我們所得到的訊息 這個領取資格 是沒有限制說是什麼人 換句話說收容忍他也是有資格來領取 如何來領取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目前一直在思考的 而且矯正署他們也有大概進 就各種狀況來引擬 如何讓他們能夠順利的領取 譬如是用自己領取的 或是用機關代理領取的 經過他的授權同意書以後代為領取的 還是說交給他的家屬去領取 這個我們都會就有思考各種不同的方案 完全遵照我們收容忍的意願 等到完整的一個實施方案以後 再來跟各位做報告 協助年底前用嗎 這也是我們考慮的時間點的問題 因為他的刑期如果超過了這個可以使用的期間 那一定要在裡面使用 那這個使用就可以用我剛剛講的 是用機關來帶領的方式 還是說交由家屬來領取的方式 如果在期間完成之前 他說我要留著我自己來領取 那也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各種可能的狀況 我們都會一一的考量 一些收押境界的一些 收容人的話 那他們也是會有相關的偏導辦法 應該我們也會考慮到 跟一般的收容人一樣 他是要在期限內 等他有能夠交往出去以後 自己使用 還是說這個期限也 不知道什麼時候 能夠交往出去 他也可以用委託的方式 也是可以交給家屬的方式 同樣的我們會一併的考量 那不然在監索裡面他們怎麼消費 對 這是又是另外一個問題 我們建設設有這個消費合作社 也是提供我們收容人 他們購買日用品 那是不是將來消費合作社 也可以比照實體店面 能夠用這個消費隊來使用 我們也會要跟經濟部 主管機關來討論